九宮的聖課 然後 開關盤 然後 就要看 九宮的聖課 最重要的就是 平台要聖用神 用神要聖靈命 最好連平台也要來聖靈命最好 但是 當然天底下沒有這麼好的事啦 要論聖課 我們必須要先 過完這幾個順序 第一個 知道月令的五行是什麼 月令的五行就是要把 月令所落空位的五行 來當這個月的五行 那旺衰大小 旺 就是代表大 衰就是代表小 怎麼運用 旺的 如果是你联命在 你的联命是旺 代表你的忌徒 如果是 論企圖心 論能力就是 你的企圖心是強的 你的能力是強的 那如果 是衰弱的 是弱 不受月令 所落空位五行 生彼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企圖心是弱的 那若 強 你的企圖心強弱 或者是 你的能力強弱 怎麼來看 這其實 很難分別 但是他既然來問代表他 小不小趣 代表小趣 那如果他弱 你就不能說 你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沒有這個意思 他不會要逆測 但是如果是別人來幫他沾的 例如 爸媽當小乃章 他如果崩位是弱 代表什麼 代表他可能意願就不剛 那也有可能 同時代表他的能力也不夠 這兩種都是 因為 通常如果他沒有意願 不會來開堂問過 那食肝就是代表機會 代表大環境 用神就代表你用問證的人事務 那年力就代表問證這個人 那最好的就是要平台要來生比用神 這是最好的 因為都來生用神 因為機會來生用神 代表這個來的機會是好的 那平台 課年命 是代表什麼 平台是代表機會 代表這個時間點 來課你代表這個時間點不對 這個機會是不對的 那這個狀態是最差 那如果平台來献年命 那其實也是不好 那代表 你是要去追求的 平台來献年命代表年命去生平台 我去生不代表我想要的一廂情願嗎 你想要不代表你得到 這個 其實就是年命 其實這個意思代表年命去生平台 年命去生這個平台 那通常應該都要平台或用神來生我才好 那你去生平台代表 你只是想要去追 追什麼 追這個機會 追這個地區 如果問 開創事業 那平台是代表機會 代表你要創業的地區 例如我要到日本去開創這個 建議日本這個市場 代表我想要 我去生 日本這個平台 只是來献年命 對你沒有幫助 那再來這個平台献年命 就講過了 再來這個 那個年命去生平台 年命去生平台就是 我想 這個想是積極的想 這個想會比你年命去生平台來得積極 那個想只是說我想 但是沒有行動 但是年命去客平台是 他的行動力是夠的 所以他的狀態是 比較小 相對是小差 這個 這樣 看這個整理的感覺起來好像有點 比較落實 就是後面 我們在講敗盤的時候 這個問題比較容易 用把這個邏輯轉成 我們在斷盤的那個 畫素 就是講故事 這是講故事的邏輯 我們看盤的時候就是要把這個邏輯套進去 把這個邏輯套進去 講出一個故事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論得施 那一件事情不是德就是施嗎 怎麼樣的條件算成 最重要的是用神 就是你問這個字 用神跟年命 你一定要用神來生他 或者是跟他同行 就是 生我為正硬 硬就是幫我貴 要不然就是要跟我理念相同 理念相同就是 遺忘 那就可以算得了 那還有一種是比較辛苦的 就是我要去主動去 克服就是既其爭取嘛 去克用神 我要自己 有愚公遺商的精神 一步一九令 要比別人一命 才可以 得到 這是辛苦的 這兩個字 比較輕鬆的 那另外一種 得入道是什麼 得入道就是 用神 衝克一命 就是你問的事情 是來克你的 還有來 衝你的 衝你就在你對面的攻位 例如 那個前功跟訓功 他就是衝克 那前功對正功 他就只有克 那衝的力量當然是最不好 克的力量 是第二不好 他還有狀況就是 他不會 他不是打壓你 但是也不會對你有好處 只是消耗你能源的 消耗你能量的 自我 就是我用神去泄你 黏密 黏密去生用神 用神 這個應該 這應該顛倒 這個要 訂正一下 黏密生用神 或者是 用神 謝黏密 這個要 訂正一下 這兩個可以倒 生就是一廂情願 只是你想要 你想要不一定得到 這就是黏密 生用神的一個概念 所以 你看 用神一直消耗你的 黏密的能量 可是 他並沒有正向和諱 他這一種才有正向和諱 就是 生就是 不管你要不要 我就一直給你 一直給你 那 筆是什麼 將心筆心 你給我 我給你 有來有往 這就是筆 這就是將心筆心 所以我遇到的朋友 當然是 遇到那種很好的朋友 就是 無怨無悔的對話 或者是 有來有往 例如說 終究要到 我送你 我送你 那你送你 那有一種是 傻人有傻人 我也不知道 是經事故 但是 我的朋友都對我很好 就是 都會送你給我 那在我們看 能量的移轉 最大的能力 另外一種是 大面穿的 過年過年 你都沒有給我禮物 你都沒有送你 所以這樣子刻 如果我們積極 他想想 算了 你都一直積極在要 那我就送你 送你 你而吧 這一種就是這種概念 那如果是這種 衝課人就不是 就不同 相反 你剛剛弄中的 所以只要記說 這些都是得 不是這些就是吃 那得就是好嗎 吃就不好嗎 不一定 正常的狀況是得 都是好 但是如果論病 得就不好 因為得就得到病了 反而我們要去 克用程 克病 這一個就好 比如說 這一邊論病不好 這論病OK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把一些 不同的觀念再帶進去 這個部分我們 在後面的時候再講 要不然會可能大家會亂丟 老師 那個症跟蟹不是一樣嗎 對 就是你漾碼就改成這樣 漾碼就改成這樣 那這個用神 謝寧密是不是跟得的A一樣 不一樣 這支謝是寧密要生長 蟹不是等於生嗎 對 那生的時候兩個要對調 他意思是說跟第一個得的 得的是用神來以為生 你說用神謝寧密等於生 用神謝寧密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用神是木的時候 年命是什麼 水 是水 是水 他解釋就是變年命生用神 所以兩種正好相反 其實他的概念是這樣 你要嘛 是這一組 你要嘛 是這一組 不太不太一樣 因為文字就會有效 表達到是不一樣 但是他的意義是不一樣 所以跟用神生元命不一樣 用神生元命是這樣過來 假如說是木 這個年命就應該是果 就不一樣 我們就把這種生客的關係 都把它當成能量移轉的那種概念 所以最基本的 第一個法則是 生客來定何時 望衰來定格局的大小 你看月令時之 就是 就要動還生我 那其實這個可能也會比較抽象 所以我們就記上面這個 就好 生客分格式 就是要生比我都好 那 最勉強的可憂就是 我要去課 我去課 如果課的動還要一道 這就是 我 我朋友沒送我 送我終究竟禮物 我主動開口去要 那 講一次沒有用 講兩次講他一次 講三次 講四次 最後可能就有 如果要能說得動 說得動怎麼看 如果我是旺的 他是 摔的 說久他就動 可是如果 我是摔的 去講那個旺的 講的沒有 然後我就給公斤你 講一百次我也不給你 那結果 養得到 那這種就是 生就是 我就是無怨無悔 對你養 你要跟不要 我都要給你 那這種比的就是 你有來有往 有來有往 我覺得你給我一箱柚子 我回給你的這兩箱柚子 因為回去的就是 那個比的力量會有 他不想佔領給你 這種概念 會加倍給你 這種概念 這樣其實咱在看 這個得失可能會比較 比較容易記 但是基本法則 不然還沒有去 如果旺穿又把格局再加上去 然後符號系統其實就回歸到 旗門的標準 甘心門神的象律符號 關心崩位 六坎 圍身圍線 錫坎 坎就生線 就是代表焦灼 等等 那 九星八門 那門有門破 那代表就是人的 人力關係出問題 溝通 縮論 黑地盤乾 有極形 有入木 就代表事情 處理上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順遂 入木代表 能量弱 代表你要處理這件事情 施展的能量有限 那通往就是完全沒有方向 入木也類似沒有方向 沒有頭緒 這就是基本的甘心門神律符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參考的依據是 天力盤乾 組合起來的 八十一竿 八十一個格局 這個其實一個很重要的 例如像 你只要看到成病 門擠 門擠 又有 門 又有破 這百分之一百 所以人際關係出問題 甚至要有人上官司 或者是商門的破 商門也是官司啊 幾乎都是 嚴重 現在沒有 可能以後甚至會有官司 人餅相逢四非多 人己相逢 逗官場 這又很簡單的 人餅相逢四非 這四非多 好 有 咱們 有 有 那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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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